第八日三名,陈玄峰 东邪黄药师的二徒弟和梅超峰一起在桃花岛偷弃了九阴真经的下卷后,断入江湖修炼 由于不懂真经的含义,所以他们的修炼出了问题 误以为需要以活人的头骨作为修炼的必要条件 于是滥杀无辜,从而导致被江湖正派人士联手追杀 后远赴大漠号称童师 陈玄峰不但修炼九阴白骨掌和催心掌 其练就金钟罩,刀枪不入,可惜惨死于幼年郭靖之手 否则在发育十多年后,武功应远在妻子梅超峰之上 陈玄峰的战斗指数为一颗半星 综合武力58.5分,位列八日三位